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谁懂阿姨不留神 诚意今年又罢评了 三部带播剧直接硬控内宇 有时候觉得诚意每次出现都像是带着一把神奇利器 令人难以抵挡 这不由不诚意主演的男主剧让我充满期待 根据温瑞安的小说神舟奇侠改编而成 故事发生在武侠世界中 加入了灵魂穿梭的元素 一人分饰三角 并且这部戏的演员阵容是《莲花楼的人恶》 由诚意、古丽娜扎、陈玉琦、徐振轩等演员主演的傅山海 这部剧描述了一个热衷于武侠小说 却被现实击打得无力反抗的普通人肖明明 他以小说中男主角肖秋水的身份 经历了一次武侠世界之旅 从一鸣力量薄弱 热血冲动的青年剑客 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情有义 守护家国的大侠的故事 这次承议一个人演绎三个角色 让我想起了沉香如蟹中的扎坝和儿子 一个年轻人虽然武力微弱 却成为了有着感情和正义的剑客 这实在是不愧为理莲花 少年充满豪情壮志 渴望踏上江湖天地 急切想要探索那个充满狭义和热血的世界 这一次的诚意不再孤苦无依 并样样了 而是有父母的呵护 健康的家庭和强健的体魄 他所有的角色中 这个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个了吧 真期待能够见到这个光明丽日的角色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